因为她的英文和汉语呢基本都不会 因为她之前国际比赛没什么机会 所以英语也没什么学 对 年龄也小 对 12年 关于郑荣职的水平 虽然她在奥运会的时候 曾经2比0领先过许欣 2比3输给这个 2比0领先马龙 2比3输给张继科 但是许欣对她的评价 好像说她的水平呢 还是比尚坤的要差一些 说国际比赛的话呢 说我们要是国家队的这个队员 出去比赛压力会大一些 然后跟国外的选手之间的差距都会变小 但是中超比赛对中国的球员来说呢 压力要小 对于外员来说 他们压力要大 因为他们要在最高水平的这个联赛当中 证明自己他们的压力要大 所以呢会拉大 他们与中国球员之间的一个差距 所以说许欣认为她是比尚坤 是有一些差距的 上一次比赛结束之后 郑融直也说她很紧张 像打奥运会一样 对对对 是比打奥运会还紧张 但其实她跟尚坤搭档双打 成绩还不错 我们来简单翻一翻 他们前几轮的双打的一个成绩 那第四轮呢 郑融直双打呢是输了的 那虽然双打呢是输了 但是郑融直单打她赢球了 单打呢最后决胜场啊 他跟孔宁轩的这场比赛呢是2比1 最后呢是7比5 也是险胜这个孔宁轩 但是就是这场胜利 是帮助上海中心市苦战五盘 赢了江苏中超电缆 等于说是保住了这个三胜的一个胜过 也是避免了连拔啊 是救主了算是 另外第三轮呢 呃 是双打啊 也是输了啊 后来看第二轮 第二轮他好像是 第二轮呢 上坑和郑融直的双打呢 是2比0完胜 第一轮的也是输了啊 这个双打等于说他输了三场 赢了一场 呃毕竟他们并不太熟 只是说进入 他们配队的时间太短了 一个月吧也就 因为他们进队的时间比较晚 奥运会之后 然后再过来 虽然奥运会之前就签 哇漂亮 双打的这个大开大合 和四名队员都中远台对攻 蛮强跑的 对 是 而且呢要互相给队友让出位置 这个 所以在这个双打配队的默契和沟通上就变得很重要 对所以呢 上坑和郑融直在前四轮当中啊 胜率呢还是不高 所以呢我也是比较看好河北队这两个本土球员啊 都是河北的一个新王岛一个唐山的 嗯 而且都是九四年 等于说是同一场完全是 就是一起打球打 那个怎么说 从小练到大的 在一起 默契性肯定会强一点 对 刚刚范城棚呢也是 但是第一场单打已经是出场了 发的好短啊 是 然后郑融直吃了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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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丝都笑称郑融直为韩国第一帅哥 出来 啊 打乒乓球的第一帅哥 是 是 对 王力琴说到他的时候也在说叫他欧巴 只要长得帅的都叫欧巴 不管年龄啊 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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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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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心呢 是 演唱 啊 沙文 快点 赛 四比九 凯英俊亨都在台下比着他们自己才能看得懂的小动作 对 告诉对方发什么球 四比四 开局不错啊 郑融直 尚昆 十比四 是十比四 领先各位选手 这样第一局呢 将就尚昆和郑融直以十一比四的一个比分先打下第一局 虽然上海中心的这对双打组合前四轮输了三轮啊 但是今天开局看起来还不错 可能慢慢的他们磨合的也越来越好 对 而且呢 郑融直在上一轮单打获胜 对他在中超的一个信心可能也会有所提升 对 毕竟他年纪又不大 到这个中国来打联赛 对他来说 其实压力还蛮大的 要是取得胜利之后慢慢的稳住心神 可能对他的成长更有帮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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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胖 贵 贵 因为双打只打三局 刚刚他 机球下网之后,第一反应是开洋教练席 哇,幸运球回过去了 而且没有受影响 本来这个球的轨迹变化还挺大的 又是开洋教练席,看到没有 就跟一个小朋友一样 长得也很小 上海真的 看着这个比他要稳重多了 对 我们队签成了赞典 河北队不容有失 因为双打,我觉得他们是抱了很大的希望 对 要是双打能拿下,就可以力拼第五局王楚清 去对阵韩国外援郑荣植 要是双打输了,就得靠梁静坤去 逆拼许欣 可能胜算对于教练来讲的话,可能没那么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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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以 对 小新一 这个 在 那 又是 这个 但是呢 他们也赢了 2比1赢了林高远和延安 那第三轮呢 是输了 范胜鹏和程晋奇是 1比2 1比2是输给了孔令轩和蔡伟的双大组合 是输给了江苏中超的双大队员 孔令轩还曾经打败过小胖 是吧 另外呢 第二轮呢 双打是输了 第一轮 双打 是2比0就击败了安徽的余子阳和周启豪 等于说他们双打前四轮是两战两胜 而上海这队双打组合呢 是一胜三负 胜利来说 也是相当 相当吧 河北队和八州 八州这边是略高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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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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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个韩剧很火 叫请回答1988 很多人都在看 这句话非常好 特别感言 很多人哭哭笑一笑 一会儿让你笑 一会儿让你哭 里面几个妈妈就说 只要长得帅的都叫欧巴 所以你刚刚说她也是韩国欧巴 我就想起他们里面的台词 只要长得帅的都叫欧巴 不管年龄 本次也都是很喜欢这种主 我们看许欣已经在场边开始热身了 杨建坤也去换衣服去了 因为就有可能再输的话 就直接他们就上场了 对 他们事情很胜啊 而且看似是一个小朋友的长相 但是得分那一下 那目光还挺锐利的 就是扫尸这个周边 你仔细看他的这个得分之后 表情 他们在说话哦 他们说的是什么语 他们应该有一些自己的暗号吧 据说他们之前交流都靠翻译软件的 对 靠手机 互相打出来 不过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下 相信郑文石慢慢的很快就会学会中文 要是我是他的话 我会特别高兴能来中国打球 对 我在语言方面和球技方面会双双大进步 中国这个大环境确实很适合打乒乓球 对 冲 哇 尚坤这个球冲得很好啊 对 这个球本来是摆的短球 但是旋转不够 因为他轻易的就冲到了一个 胆很大 这样8比5了 8比5 范生鹏和陈进奇两个人反复交流 他们也很着急 凡凡见点高他们就能上手 气息完全在上海中心那边 双打要是不能拿下 华州海润今天又危险 嗯 嗯 教练排兵布阵也是想了很多法子 甚至观众都喊出了田击赛马 这么一个 典故 看这叫了战停 战停 9比6 这个战停的是尚坤 他如果是尚坤组祝 主导叫的 正中智是尔前要暂停 正中智立即点凑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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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慎重 领先三分的情况之下 上海队也是昨天晚上 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到了 巴州这个主场 因为这个地点不是在保定市区 坐火车 飞机都不太好到 它是在定心线 在保定下面的一个现场 所以可能交通的没那么便利 中远台还挂了一点网 10比6 这个定心在北京和保定之间 差不多中间偏保定这么一点点的一个位置 哇 这个搏杀的不错 特别果断的一个搏杀 成功 这样7比10 还有三个局点 其实是盘点 拿下了 这样上海中心 在双打比赛中 2比0就轻去巴州海润的 春琴棋和翻腾鹏 那这样的话 特队就2比1领先巴州海润 那接下来 我完全指望 梁静坤能不能先翻许新了 对 但都说这个梁静坤有黑马钳ordin 都说梁静坤有黑马钳志 对 主乐 谢谢大家